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 我是阮木华 今天加全值收周线 全周收涨122点 涨幅是1.01% 这个成交总值全周是1.12兆 这个量增比上周稍微增 但今天下跌是带量 今天下跌2645亿的量 跌了109点 盘中最深的时候曾经跌过147点 开高走低了 开高54点 最高涨够89点 所以今天这根黑K蛮难看的 另外我们来看到贵买的部分 今天是大跌了2%多 全周转为下跌0.3% 周K线连二黑 这个周K线连二黑 是这一波贵买从102点到177点 大涨7成以来从来没出现过 本周周量是说 台币今天收盘 如果我们看周线的话 是贬值了0.15% 4.3分 29.525% 今天单日贬值2分 台币最近的汇价就控制在29块半 央行很明显在控制汇价 那外资今天是连三卖 今天加大卖超力道 今天卖了108亿之多 在集中交易厂三大法人 自营商也跑货了59亿 也卖了很多 三大法人合计卖了159.87亿 将近160亿 可是连日卖超期货的外资 今天倒是在大台的部分 回补多单 买超4382口 那近多单的流仓部位上升到28455口 小台继续卖超1771口 小台的近空单流仓部位是上升到5587口 那今天值得注意的是 恐慌指标VIX 这个奇谣所所公布出来的选择权影波 一般我们称之恐慌指标VIX 大升了3.47大点 这个不太妙 因为它的升值单日升幅达到超过一成 到24.95点 连日压在20点左右的VIX 今天终于是压不住 大升了3.47点 显示波动要来了 小心一点 那陆股今天也跌得很重 3%到6%各板块的跌幅 亚洲股市今天全面的下挫 那这样的行情有点不太对劲 那虽然说今天也有好消息了 比如说经济部公布出来的 6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7.34% 其中制造业指数年增也达到7.8% 那最主要工业生产指数连续5个月正成长 是半导体扮演火车头 经济部讲说是半导体扮演火车头 那半导体的部分呢 另外一个消息就北美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6月出货金额是23.2亿美金 年增了14.4% 而且连续9个月出货超过20亿美金 所以半导体的部分相当不错了 这景气的状况各方面 那所以台积电风景读好也是有道理 对不对 台积电今天可以讲说是万绿从中一点红 盘中又创新高到395块 接近到400块的价位了 今天挑战400块无功而返 不过呢 台积电今天已经是表现非常强劲了 这盘中一度大涨了十多块 差不多13块半 那台积电风景读好 但其他股票一家烤肉万家乡 这种行情也很吊诡了 那么赶快来请教大华国际证券投顾的人 惠慈芬 先生你好 莫娃好 大丸 好 那台积电有机会上400吗 现在大家看台积电了 对 大家在看台积电 但是就是说 其实台积电今天量蛮大的 因为今天8万6千张成交量 这量其实是它从底部起涨以来的 起步是最大量 因为的话6月份的时候的话 从6月初开始起涨 那么其实好像都没有出过这样的量 所以今天这个量的话相当大 就表示说 就是说虽然今天是收涨了 但是呢 短线上应该是有一些 获利也要觉得筹码 那所以的话 我想台积电的部分 因为它涨幅很大 那400整数关卡 整数关卡通常势必是要震荡一下 那么再放说 国际股市最近也有些震荡 所以我想短线上的话 应该稍微可能观望一下比较好 因为指数今天震荡也很大 今天高低点差200多点 最高涨89点 最低的时候 跌了146点 而且今天的话 客户真的非常大 所以的话 今天这样的话 大盘的话 指数部分当然先观察 就是说 因为今天是收周线 那周线的话是红K 那要注意下个礼拜 其实如果从日线来看的话 今天低点刚好是十日线 然后在十日线收脚 那今天量也是比较大 今天是2600亿的成交量 2653亿 那所以这个量的话 变成下个礼拜 就只能涨 只能涨不再跌 因为今天的话 已经在平台附近了 可是今天很多强势股都重见弱 非常多 比如像金像电 今天居然跌5% 这个 Mini LED分选设备的台表科 居然今天差点跌停板 跌了9.4% 这些都是 有基本面 而且是强势的股票 这都很不太对劲 对 所以这盘说实在话 就是下礼拜它只能涨 那如果没有涨的话 就变成是 你会回到之前的平台去 那回到那个平台的话 就变成会去测月线 那月线是这一波 最重要的指标 因为这个行情的话 这一路以来就是沿月线涨 所以月线是绝对不能跌破 所以的话基本上月线跌破就转弱 就正式转弱了 所以的话今天有一些 我觉得现在有些股票 确实有一些落跑的迹象 所以的话 这个行情上面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不要去追太高档的股票 这个很重要 因为其实今天 你看像台积电很强嘛 对不对 但是台积电相关的股票 昨天我们就说它有点弱了 那你看今天的话 也是像红薯今天是一度翻红 379块半 然后收盘就剩350 这下来就差了20几块 最近红薯都在玩大的 最近但是这次很大 它从上个礼拜 那个时候创新高之后 然后下来十一线反弹一次之后 就几乎三天都上一线 所以的话呢 这个短线上其实筹码都有一点点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转弱的迹象 你看像精彩也是嘛 但其实低价的 比较低价一点的 也没有很低价 那基本上的话现在也是十一线也是已经连工五千的都没有工上去 然后另外的话 加登 加登也是连续两天都是留上一线 所以其实有一些 这盘有点吊诡 因为你看像那个昨天讲到的那个大力光 大力光今天又继续破底 所以大力光外资连续两天卖 而且连续两天卖幅度都不小 因为它去昨天卖六百张 然后成交量也才一千六百张 它就卖六百张 然后今天成交量只有一千三百张 它就卖了五百张 所以的话大力光已经破了六月以来的低点 那郁金光更惨 郁金光更惨 对啊 郁金光从高涨跌下来非常多 因为它八百三十八块到今天只剩下六百三十块 它已经跌两百块了 然后而且下跌的时候是带量的 你看它那个走法 它是下跌越跌越量越大 它已经连续好几天都是量一直在放大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在反映几件事 当然你也可以说苹果 你也可以说这个苹果的这个供应链抢单的问题 但是其实像Intel的展望也是讲的也是相对保守 Intel讲到第三季的PC就是下修往下大概是个位数 大概五个百分点左右 那商用型就是因为商用型的Slow下来 那商用型的PC下来 原因就是因为企业减少投资 所以你看从消费端来看的话 看起来目前 其实消费端现在看起来的数字不是这么强 所以才会你看到是一个代际电在涨 但是很多股票开始有点重见落马 或者是说好像跌的比涨的多 因为Intel讲到的第一个就是商用型的PC下来 整个PC第三季也是下来 然后伺服器 资料中心这里下半年也是下来 那虽然是一个中个位数 不过基本上下半年是比上半年低 所以的话你看今天很多高价股都重见落马 伺服器相关的股票也是 你看今天6669 微影今天的话有没有差一点快的跌停 所以今天高价股今天也是有全面性转弱 高价股都跌得很重 都5% 6%这样在跌的 对啊你看微影今天是跌了53块钱嘛 然后的话 6%跌了6%多 对那连5269这算是比较强的 这个早上创新高出盘的时候是倒跌了90块 然后再来的话 5274 这个也都是伺服器相关的 今天是跌了100块钱 3661 3661的话还有一点去美化的概念 然后的话 早上昨天准备快要创新高 今天早上差一点要创新高 结果今天收盘的时候是跌了51块 所以今天很多的高价股震荡都很大 我觉得再反映几件事 一个就是 今天有讲到这个事情 其实终端需求其实没有那么强 那再来还就是 资料中心跟457应该下半年 会比大家预期的要低一点 所以的话呢 这块其实是当时上半年的电子 一个蛮重要的主軸 所以这里因为牵扯到比较多了 所以你看2368 刚刚讲的金像电视也下来 那金像电视PCB里面是伺服器的PCB 对不对 所以的话你看这伺服器相关 今天也就直接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电子里面的话 还是要面对一个事情 就是说 我是觉得12682 没有这么容易过 为什么呢 因为12682必须是历史高点 那算说是有资金行情 可是现在下游的东西 需求确实没有这么好 就是说你看到有资金行情没错 但是你反映在订单上面 它其实没有这么强 那没有这么强化 变成是像很多股票 最近电子股上来 它很多是因为PE的上修 那PE上修 能不能够长期维持在那个程度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比较 比较值得正应的地方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从平均PE20倍 去挑战12682 那当然就是合情合理 对不对 但是现在很多高价股的PE 其实是蛮高的 所以的话呢 这种情况之下就变成是 最终在这种背景之下 能不能够马上去挑战12682 我觉得难度有一些 因为数字上来讲的话 它数字就是还没上来 那数字还没上来 所以这样冲上去 它还是会有一点比较牵强的感觉 所以的话 那当然是重点是因为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一个人就占了很多 所以台积电一个人涨就让指数 就有点失真 因为你看今天是跌了109点 对不对 但是今天台积电还是涨的 涨4块半 对啊 那台积电的话 它就贡献了4050块 对不对 所以你再把它扣掉 其实今天你就知道 其他股票其实是非常难看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操作上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 尤其是贵买更跌了2%多 对贵买也是一样 因为升级还没有接起来 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要升级接起来 那为什么天国议会谈个两天 就谈不动了 那就是很尴尬的地方 因为天国议会 他们理论上他这里要反弹 但是他又不能谈太快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不是一直分盘吗 对不对 那他分盘的时候 分盘里面有一条规定是 6天之内涨不超过3成 或跌幅超过3成 连续两天这样就分盘了 那所以的话 如果你连续大涨3天 然后核在那里不动 那你3天之后 就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就又要延长了 所以他的涨势就没有办法快 你如果要脱离他那个 能够解禁的话 你只能慢慢弹 你必须要弹得很慢 你如果是上去的时候 是那种连续三根的话 就是冲很快的话 那就3天后 又碰到一样的问题了 到时候又要延长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会 慢慢在这里盘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冲很快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来说的话 就 就是在这里慢慢打底 因为今天的排面气氛很差 但是如果以今天这种排面 他们是没有 他们是没有在尾盘的时候 就是没有去跌停 如果是像之前的话 这种气氛的话早就已经挂掉了 但是今天的话 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到 我觉得他低档是开始有些支撑 因为今天的砂盘重点 除了这之外的话 其实今天是在其他的电子股上面 像刚刚讲到6278下来 那6278你可以说 因为大家在传说 有这个抢单的问题 跟6176抢单 那6176你看今天就是法人买 投信下去买 外资下去买 那6278倒过来 投信出外资出 那这是同一个产业里面的一些额鱼 那可能是有一些 这个订单上面的问题 但是你看6706 这个已经不是跌一天了 对不对 你看惠特他从高档193块钱 从193块钱跌下来 那跌到跌到现在150 最低的时候还跌到138 所以的话那是什么 就是说本益比它那个时候拉到那里的时候 它终究还是要被修正一下 因为有些东西它不是马上就实现 它变成是说你可能是第四季的问题 或者是明年的问题 那就像现在有些IC设计它涨得很强 但是你把它拉到那个本益比的时候 能不能够称赞那个本益比 这个就要先考验了 对不对 因为目前的话 毕竟全世界它还是有些 最近比较有些动荡 因为美国股市 包括纳斯达克现在也下来 那道琼现在也下来 所以我觉得 这个礼拜的话 接下来观察重点 当然美国股市也是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道琼跟纳斯达克 尤其是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它还有一些载经济的概念 但是的话 其实现在又再回到月线这边 所以你可以先看纳斯达克 它的月线守不守 那如果纳斯达克的月线 没有办法守的话 那我觉得电子的那些 被拉得很高的PE都会被下囚 那个尖牙骨很多都破月线了 所以这个就是尴尬的地方 对不对 亚马逊破月线 然后连苹果都破月线 对啊 因为苹果就是消费性的 消费性的话 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是 其实终端消费需求是不太好 没有那么强 所以的话 这就是回到之前讲的 就是疫情它到底有没有影响 那在资金行情之下的话 它拉起来它当然走得很快 看起来没有影响 但事实上有没有影响 那事实上如果有影响的话 它最终还是会反应 只是它在什么点反应 对不对 那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到今天的话 确实是短线有一些 有一些涨多股票 确实是有一些落跑的迹象 所以的话 我觉得下礼拜的话 大家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不要太追高 然后那再来的话 短线上的话 那我是觉得生计是可以看 但是像恒大街是第一天分盘 所以它短线拉起来很多 然后第一天分盘是一定不会动 所以大概前三天应该都是要整理一下 那大概到分盘的后段才会再转强 不过像这个先整理过的 应该就比较好 那再来的话 像是瑞姬今天也是碰到月线 所以拉回 那月线现在还扣在上面六月底那边 那大概在几个交易日之后 会往下扣 所以的话它大概在几天之后 那么月线会走平 那个时候就是上工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一类型的话 先跌过的法比较好 那有些先涨过就比较高涨的 可能大家后面要比较小心一下 所以我觉得今天整体来说 简单讲盘面的现象 说实在话是看起来是不太舒服的 因为今天的大盘量 今天跌下来的话 因为今天大盘也是跌相对低点 它虽然不是最低点 但是也几乎在相对低点 那今天跌的时候的话是 跌到最后的时候 它留的下影线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觉得下礼拜的话 大家就要特别注意 这个只能涨不能跌 如果它一跌下去的话 表示上面的那个 颈线是没有支撑 也就是它平台那边是不熟 那平台如果不熟的话 下来就会看月线 那月线就很重要了 月线的话基本上如果跌破的话 那么操作上就要保守 所以的话就是第一个在盘面上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以个股来看的话 昨天有涨到原展嘛 对 那之后就已经涨停了 其实来经济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当道啦 但是它今天涨停 我觉得现在因为盘面的关系 所以它今天涨停 我觉得礼拜一早上也先不要追 如果要操作的话 你就是等到它拉回靠近均线再来 那但是原展上去之后的话 原刚反而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原缸的获利主要就是来自原展 所以的话原展上去的话 原缸其实也会上去 不过最近的话 很多震荡很大 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看昨天那个贸系是不是涨停 对 今天跌落趴 今天就直接跌落趴 反正还差一点点要跌停 对啊 然后创围本来也很强 本来早上也快涨停 后来收盘的时候倒跌一毛钱 而且很多股票今天是爆量的 你看创围今天的量也是很大 五万五千张的量 对 那股份只有九亿 等于是一半以上 一半的周转率 对一半以上的周转率 这也很夸张 一天 对这很夸张 这个交易日一半的股票在流动 对啊 所以就是说最近有些股票 创新高或冲很高的时候 大家先不要马上去追 因为有一些题材的话 大家都知道 比方说像是3483 今天公布盘后公布的数字还不错 六月份的单月的EPS是0.57元 那看起来是不是很漂亮 对 因为股价也只有七十几块 那大家看到可能会想去追 但是我觉得也不用追了 为什么 因为下个月就下去了 第三季就下去了 所以的话其实很多 你看3017的数字 昨天也很漂亮 所以昨天创新高 但是呢 这也是PC相关的 PC第三季也下去了 对 所以的话呢 现在操作上 大家就是要稍微谨慎一下 你要买的话 就是要第三季 比第二季更好的 而且最好是整理过的 那这样的话才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最近有一个现象 就是数字公布都很漂亮 而且公布的当天 就是说公布的这个次一个交易日 或是当天 它的股价就见高点 对啊对啊 因为就是我想那个嘛 因为你像PCNB 其实本来大家预期 NB就第二季就高点 对 那后来的话是因为 现在就是 这个有一点封城 就是有一点再封城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拉货 就是有一些先拉货的现象 但是你前面先拉 后面就没有了嘛 那所以的话呢 第三季其实整体还是下去 所以像PCNB 第三季就下去 那你那些数字 都第二季的数字啊 所以人家在低档买的人 就是等公告这个数字 所以公告这个数字的话 那一天就见高点 当然见高点啊 因为人家低档买的人 就整个都出啊 不然有什么都出 对不对 所以我才会想说 现在你如果看到好的东西 你要看一下 那个是第三季 有没有更好 如果第三季没有更好的话 那短信上就不要随便跳进去 对 好 那这样子下周 还有这个可选的股票吗 我觉得下礼拜啊 下礼拜有啊 下礼拜还是可以 但下礼拜的话 我觉得前面会稍微震荡一下 那我基本上面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其实我是觉得 这个 这个检测应该会先上来啊 因为一方面上面是比较低档啊 比较低档的话 毕竟比较 筹码沉淀比较干净 那电子的部分的话 那么第三季 有一些个别的股票 但是个别的股票 比较 没有这么 就是比较没有这么高价啦 因为像现在的话 我们在看的有一些 包括财经级还有另外一档 那档价位也低 但是的话就稍微整理一下 那等到下个礼拜有适当点 会再进场比较好 对 好 非常谢谢阮慧之分析师 阮老师咨询电话 等一下我们在这个广告期间会 会告诉大家 大家听一下广告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外资买超第一名 买超的第一名个股 在上市的部分呢 是富方VIX 他就买波动了 今天我们刚刚讲 VIX指数呢 大升哦 那另外台积电也是 外资今天买超的重要股票 因为买了13000多张 那买超金像电6800张 但金像电今天股价大跌5% 另外买PCB的星星5400张 还有买台湾元大 元大台湾50 也买了4800张 买宏基 富邦上阵 凯美康书国产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酒吧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台北市的温度 您知道几度吗 最高温测到的 39.7度 史上最高温 从来没出现过这么高温 39.7度 将近40度的一个温度 真是吓死人 然后这个地球越来越热 这个地球 不知道哪一天要爆破了 最近有一个商品也很热 就是黄金 金价今天快要冲 每样子1900块大关 今天在盘中的时候 现货金价只有差不到 两块钱美金 就可以冲破1900 也是非常热 它历史最高价是1920 看起来 真的有可能会去冲破历史最高价 我们赶快来请教 台湾银行贵金鼠部的 杨天利福利 杨福利你好 木华兄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天气很热 金价也很热 是 这两个都很热 那到底应该选哪一个 当然不要天气热 对不对 天气热地球暖化很麻烦 我们要黄金 我们要黄金是吗 是 那金价怎么观察呢 今天差点要去破1900 是 我想基本上来讲的话 其实金价在这一波 基本上都是采取一个 阶梯式的这个上涨 所以到走到目前为止 大家可能在最近五天 会觉得金价涨得很凶 但事实上如果用过去 这几个月来看的话 金价算是采取一个 很健康稳健的上涨的步调 那我们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突破1900美元 或是这个1920美元的这个天价 并不困难 目前大多数技术分析的一个结果 大致上来讲的话 目前的一个短线的目标 大约都会到1950美元 那一个比较中线的目标呢 应该都落在差不多 2050到2150美元之间 那这个是 不管我们可能用一般的形态 或是K线 或者是破浪的分析 大致上都指向短期到中期 这样的一个价格目标 那这几天 这五天大概主要是因为市场的一些 风险性的因素 突然的比较紧张起来 所以避险资金进来的速度加快 那让它有一个连续五天的红K 那看起来会精彩一些 是是是是 短线上面它的角度有变抖了 但是的确是如果说从长线来看 金价走得非常的稳健 它大体上都是沿着月季线再往上升 是的 尤其是月线的 这个往上升的这个角度 跟金价的上升的角度很像 那因为短线上稍微有偏离一点月线 但是这陈如刚刚复理所讲 就是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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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所导致 那我想请教复理 中长期推升金价往上走的基本动力是什么呢 好的 我想基本上如果我们看一个大的这个趋势来看推升的动力的话 第一个当然是风险 不过风险是一个背后隐藏性的因素 我们比较来看的直接的因素 第一个一定就是货币跟财政政策所造成的一个市场的资金的冲刺 那很多人会就这几天的行情看起来会觉得金价涨太多了 但我常会这样讲 就是说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派对里面 应该是说其他的风险性资产吃肉 其实黄金只是喝汤而已 就是一点点的资金进来 因为黄金市场的规模相对 风险性资产小得太多 所以就是这一点点的避险性的资金 就可以不断的推升金价往上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是机会成本的降低 那机会成本的降低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个当然是所谓的利率 那第二个面我们看到就是货币 那目前从整个市场的风险来看的话 大家对于一个长期货币价值的贬损 几乎心里面都有底了 因为钞票印太多 所以货币的贬值 所以货币价值的贬损 不光是汇率上去看它 那第二个看到就是利率实在太低了 那这两个我觉得对推升金价非常有帮助 它甚至于是短线的一个直接因素 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美元可能会贬值的一个比较越来越强烈的预期 那这个对金价也有很直接的支撑 所以我想短线可以看这些 那长线我们就会看到 这些风险性的因素不断的在发生 我想从大家对疫情的原来觉得比较乐观 现在对于疫情的这个或许会反复的发生 那导致经济的复苏可能会从V型变成U型变成W型 对这种预期 那再加上这么多的资金 到底它将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没有人知道 所以就是那个不确定性变得非常的高 那最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来越高 那当然再加上就是政治的紧张 我想最近中美之间的这个很刺激的这个角力 会让大家的风险意识变得很强烈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最近资金进来的速度 有加快的一个情况 那华尔街一些投资机构都在喊出新价的目标 我看喊现在目前我看到的了 最高的应该是美国银行 他喊到说每盎司3000美金 这种终极价格还是说 您觉得他喊的是有所本还是没有所本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他所喊的是有所本的 他我觉得他中间最有说服力的一个口号 就是美元可以用印的黄金没办法印 我觉得他最后这个结论 黄金要用彩的 而且现在还不见得能采得到越来越少了 一方面是那个运藏量的这个减少 那另外一方面是最近因为疫情吧 让很多的这个金矿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复工 有一些金链厂也没办法完全的复工 类似的吗 对对 所以短期的跟长期的这个供给面的因素都有 那我觉得他整个报告做到最后用这个口号做个结论 对于很多机构投资人或是高端客户 其实是很有影响力的 所以我们在这段期间看到的就说 其实东西两样情 黄金主要的买盘都来自西方 特别是欧美 这个欧美里面呢 机构以及这个高端投资人呢 是占大多数 那亚洲呢 基本上都在倒货 一路回收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可以看得出来背后的一些原因 但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 欧美这边他们的风险意识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说他们可能风险性资产在上涨 但是出现了一个所谓金金涨的这个情况 就惊吓的金金金金涨 所以他们一方面还是继续买入风险性资产 希望从这个中间获利 但他会分一杯根到黄金 买一个保险 他等于拿一点保险费到黄金来 保障万一将来风险性资产出状况的时候 他还有一个终极的保障在那个地方 对 高端客户或是机构法人一定会这样做 比如他可能拿个10%到15%的资金来买黄金 就像刚刚傅里所讲的 推动金市上升的资金量 其实远远跟股市债市比起来 是不能成正比的 但是这些资金10%15%甚至5%的资金 高端客户拿个5%资金来买 就他那个对这个市场比较小的一个市场 就产生大的推力了 是您说很有道理 其实5%就已经很多了 不要说10%15% 我们说5%真的就很多了 你对他们来讲 对不对 他只要卖掉一点亚马逊 对不对 转进这个黄金 对不对 因为他亚马逊特斯达这些股票 都已经标到这个3000多 甚至1000多美金 快2000美金 这样的价位 他当然是闭着眼睛卖一些股票 然后去换黄金 对 可是我们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 有一些 包括美国政府 我个人在看 美国政府联准会 像巴菲特 这些人 他们其实是长期在打压金价的 是 对不对 尤其是美国政府 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不能买黄金的 美国只能买金币 对 美国的法律规定说 如果你买什么金条 金块这种囤在家里 你是违法的 是 所以美国政府很明显是在打压黄金 他为什么打压黄金很简单 因为他要美元独强 你黄金取代美元了 我都没混了 是 那巴菲特当然他要股票强 大家都去买黄金了 我股票混什么 所以这些都有利益的问题 那联准会会做事金价将一直涨吗 我们基本上的确市场一直有这样的阴谋论 因为他们会认为就是说 就您刚才提的非常好 就是黄金跟美元 他们经常是互为替代 而且这中间互为替代的那个大概是1比1.2的一个相关性 也就是说美元跌的时候金价可能是美元跌1金价涨1.2 美元涨1可能美元涨1.2金价才跌1 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关系 那所以他们也的确会把金 据很多的报告指出 就是说Fed一直是把金价当作相对于美元跟美国利率 还有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所以金价如果涨得太凶 在相当的程度上会去挑战到Fed的货币政策 以及它的这个对于物价的一个控制 尤其像现在因为这么多的资金撒到市场上 那不管是透过QE或者是直接的这些资产的购买 或者是财政的这个纾困 那再加上政府债务膨胀的非常的厉害 那这个时候如果金价涨得很凶的话 或许在政策上会造成一些压力 这个会变成一种指标 而也因为这样 那最近大家讨论很多的就是说 到底长期会不会有通货膨胀 还是短期会有停滞性的膨胀 那最近又有一个说法是说 用日本的例子来看的话 甚至于是短期通缩 那长期可能才会有通胀 或者是停滞性的这个通货膨胀 那么那这样的一种说法 其实对于货币政策来讲的话 是蛮大的一个影响 那再加上市场对于货币价值的这个减损 因为钞票印太多 它会直接的使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降低 那这些预期其实对费的来说 都是一个挑战 好 那如果金价有机会持续的走升的话 我们该做什么样的黄金资产的布局呢 我们这边要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继续请教台湾银行贵金属部的杨天丽福里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阳木华 像我看那个探索频道 Discovery 它不是有一个系列影集叫做 阿拉斯加采矿人吗 采金矿人吗 好像有讲很多在阿拉斯加采矿的故事 我感到一个season下来 好辛苦 好多人 五六个人六七个人团队 然后一大堆重型机具 在那边挖沙 在那边掏沙 在那边过滤那些沙石 要找出黄金 一个season下来采一点点 所以你要知道采金是很辛苦的 要在阿拉斯加那种天寒地冻的地方 然后要克服那种环境的恶劣 所以黄金能产生出来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它是一个很稀有的物质 对不对 是的 以目前来讲的话 黄金的运藏量其实是越来越低 因为它是一个天然资源 当然我们知道就地球来说 还有很多的运藏量 但就经济价值来讲 非常多是达不到所谓的经济开采量的 因此以目前来讲的话 从目前一直估计到2025年 大概黄金的这个年产量 会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 那么但是呢 如果以经济的发展来说 需求长期是会上升的 那这次的疫情其实是把这个供应跟需求都打断了 所以我们看到基本的需求现在是很差的 基本的实体需求现在是非常不好 但是供应这个部分生产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中断 所以疫情是让两边都有一点抵消 但是在需求这一面呢 实体譬如我们刚刚提到因为经济的状况 疫情的状况 使得实体需求变得很差 特别是全球前两大需求的地区 就是印度跟中国大陆 是非常的不好 那中国大陆甚至于我们看到了 连续几个月都出现了这个黄金的折价 就是它本地的黄金价格和国际金价 大概平均来讲产生了20到40块美元一盎司的这个折价 大妈没钱买了 因为那个需求实在是很低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大概金价从1500 1600美元之后 整个亚洲地区都在到货 那事实上也是进入了这个金融海啸之后 大概到了从这个2011到2013年之间的一个大套牢袋 那这个大套牢袋就是亚洲地区 有非常大的一个获利 应该叫解套的卖押 解套兼赚钱 因为已经接近历史最高价位了 所以应该赔钱很少了 因为长期持有的应该现在都是赚钱 对 但需求是这样 可是因为西方的这些避险的买盘 已经抵消了这样的一个实体需求的不振 那但是在供给面来说的话 整个产能要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 那供给面就是我们看到亚洲的毁流金 这么大的量 但几乎都被西方的避险买盘吸收掉了 那金价还继续的上涨 那我们要看到这个供应链 慢慢的恢复到正常 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可是目前的避险需求已经足够去吸收 那另外一个就是生产 黄金的这个一般我们讲的所谓生产成本 已经开始不断的往上走 从几年前的1200美元左右 现在开始往1300美元以上走 那还好是金价的上涨 使得金矿目前都是有获利的 所以这段时间金矿股表现得也都还不错 金矿股长很凶 非常凶 好那台湾实体黄金现在目前的需求怎么样 台湾今年来说实体黄金的需求是非常的弱 也很弱 对因为亚洲国家几乎都一样是 一方面实体黄金的需求不好 当然疫情跟经济的一个影响 那台湾来说的话 今年我们看这个整个实体黄金的需求 大概衰退有两成以上 我们已经算是受到疫情影响非常小的一个地区 那我们看东南亚很多国家 甚至于实体黄金的需求在第二季 有衰退到90%的 对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是 这么严重 几乎没有买盘了 几乎没有 有几个指标性的国家 大概衰退都在50%到90%之间 好惨 非常的严重 印度其实也很不好 非常的不好 那么 印度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很严重 对 那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因为这样的影响 大家可能不太敢出门 所以需求衰退很厉害 但大家竟然敢出门去卖黄金 所以甚至于泰国都发生到 这个泰皇出来呼吁大家 不要再出门卖黄金了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泰国去曼谷 曼谷很有趣 它路边有一种小摊贩 它是回收黄金的 你现场就可以在那个小摊贩卖黄金给他 就是那种像摊贩那样子的 前阵子疫情严重的时候 大概四五月吧 听说那个出来卖黄金的大排长龙 就是解套卖 大家都没有社交距离 终于解套了 你看从2011年对不对 1920上 我记得应该是2011年那时候的价位 从2011年到现在我终于解套了 但他们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是 西方的需求很大 可是因为飞机不飞 所以他们收的又运不出去 听说那段时间很辛苦 那傅里你会现在怎么建议我们听众朋友 就是说要做一些布局的话 资产类别我们应该以什么为主呢 是的我想其实整个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还有货币财政政策的一个变化 它其实在影响着整个黄金在资产配置里的位置 那西方当然都开始布局了 那我们看到亚洲布局的比较少 除了实力黄金需求不振之外 其实亚洲的投资性买盘也不好 就表示说大家并没有在资产配置里面 去布局足够的黄金来分散风险 那以目前我们来看到的话 支撑金价的因素呢 我们从大的总体环境来看 就是高风险跟高不确定性 非常低的机会成本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股价相对于实体经济 已经变得很贵了 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 为什么机构投资人会买 就是其实债券能够提供的投资回报率 降得很低 债券价格也超贵啊 是那尤其像以我们来看 以美国实验债的这个殖利率来说的话 通常来说它维持在大概百分之三到二到五之间吧 才能够提供一个合理的报酬率 那现在十年代指率在大概0.6上下 算非常低 那如果去看他们的退休基金 其实他们希望他们的总和债券的这个报酬率 年报酬率应该最好在7到9 但现在他们的总和债券报酬率只有百分之 低于百分之二啊 大概接近一 所以这样目前来讲 这几个都是可能相当长期间会支持金价 那尤其像退休基金那么大的金额 只要一点点流到黄金就不得了了 所以我会觉得以投资人来说 可以考虑了 还是考虑应该在投资组合里面 特别是还在投资很多股票的投资人 应该在投资组合里面 我觉得目前来讲安排一成的黄金当避险 其实是不为过的 当然目前金价已经涨了很大一波 从3月16号的最低价到目前为止 金价大概涨了将近三成 可是相较于金融海啸发生之后 四个月金价涨48% 其实目前的涨幅还算是健康的 那么一旦能够突破1900美元 这个整数心理关卡到1920的历史高价之后 的确是很有机会突破2000美元以上的价位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 投资朋友如果手上持有的黄金很少 这个时候应该尝试着 还是建立一个避险的部位 那最近因为金价 还是用黄金存折吗 我觉得比较稳健型的投资人 黄金存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积极型风险承担能力高的投资人 他可以除了黄金存折可以去考虑搭配一些 那个黄金ETF跟这个黄金基金 因为黄金基金的价格波动度很大 风险比较高 他可以用组合式的搭配来做他的避险部位 像今年上半年全世界的ETF净增加743公吨 算是非常大的一个量 一个角度讲是将来可能会有获利卖压 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说其实机构投资人跟高端客户买 他并不会做短线操作 所以相对而言算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 那这样子来布局 尤其金价因为最近已经 就日K来讲的话 已经拉了这个六根的这个 OK了 所以短线可能会面对整数关卡前 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技术性的调节 非常谢谢杨副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